欢迎大家来到石楼聚焦 这是美国福克斯的一个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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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朋友能够从他的话语中 就是从他的那种情感的表达中 他是主持人应该他是福克斯主持人 我没有看过 我只是偶然看到这个推文上是这么登的 那就我个人的感触来讲 我个人觉得有趣的就是说 我个人觉得有趣的地方就是 这是代表着美国社会的中间力量 这是代表美国社会的中间力量 根据川普只接受福克斯的 在媒体中主要是接受福克斯的专访 比如说打他的CNN CNN现在已经衰败到一种不可能的境地 他排名第27还是衰败过27 那CNN的收拾率应该早排除在他前十名之外 应该是 这个他代表他这么来讲这么这么来声明 你我们作为国内的朋友或者大陆人对英文不是很了解 对美国社会不是很了解的话 你能够品尝出 他今天川普所讲的话 包括这个女主持讲的话 他完全是凭借着一种开明 一种开放 一种真实的数量的对比 一种真相的对比 对吧 我就这个 你那只不过如此 对不对 那我们要打 你打的是经济战 经济战的说法是班农的说法 你打的是 我们展开的是经济战争 那我们就敢 那我们就敢 所以我们干就凭借着实力敢 那我要打输了 那算我输 你要打趴了 那算你活该 这是你选择的路 这是你选择的路 这是我们现实环境中看到的 另外一个非常珍贵 大家能够体会到 这是每一个美国人 全世界所有人都可以随便看到东西 随便看到东西 而作为一个电视主持人 他可以用他的角度去探讨他 他们国家的总统 他可以接受他 他可以赞扬 赞扬他 他同样可以侮辱他 可以侮辱他 真的 以言论自由的角度 很多电视台在侮辱川普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他完全都可以这么做 但是呢 当这么做的时候 他是把总统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 作为一个人的 就是美国人 今天美国人一票一票选举中 他的代表是人物 代表着他的价值观 代表着他的未来 代表着他的真实的一个场面 那这个在中国 就完全是两回事了 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 发生的是跟每一个美国人 切身相关 在中国发生的是 跟每一个中国人切身相关 但是在处理相应的问题上 却是两码事 二截日报 今天的一篇文章 中国股市大跌的时候 利空的消息上哪去了 为什么看不到利空的消息 他写的比较含蓄 那我选这篇文章 这是今天他登的 应该讲完全可以预计到 现在中国已经 我没看今天星期四 国内的股市是什么 我没看 但是呢 明天星期五到来 所以将出现 无人能知道的可能的大跌 会跌到什么程度 那这个时候 再大跌 再跌盘的时候 我相信所有散户知道 是怎么回事 因为今天习近平要抗击美国人的进攻 对不对 要以牙还牙了 所以那知道这个自己连假牙都没了 假牙都打碎了 想凑着一块抓不起来了 所以就出事了 那而这个事情 而这个讨论的事情是星期一 也就是说 刘鹤不明不白 没有飞往华盛顿 那出了整个中国股市呢 他因为受到外围的影响 那香港股市在波动 对吧 很多人翻墙出来 知道了大概什么消息 都在尽心的跑 尽心尽力的能够自己跑掉 那更多的散户 他还相信党领导一切 他还是一个爱国分子呢 对不对 他还觉得习近平非常伟大呢 他还认为共产党是给他饭吃呢 当这些基础都成为他的生命基础的时候 他唯一生存的方式就是 从林法则 打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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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有钱 打死他们 我就有钱 对不对 那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的关系就是 我掏你的包 你掏我的包 你掏我包的时候 我兜里有一分钱 我掏你包的时候 你兜里有一万块钱 偷包的都这么说 中国的股市就是相互偷包 看谁能偷得好 所以 利空的消息 大多数人不知道 星期一股市大跌 官方媒体 却对 星期日 川普的整个言论 只字不提 星期一大跌 川普发推文的时候 是星期日的中午12点08分 是北京时间 星期一的凌晨 0点08分 他不提 投资者跟记者表示 两大 中国两大社交媒体平台 微信微博上 有关市场的走势 和关税威胁的帖子 全都被删了 微信也好 微博也好 那为什么删这些帖子 他删这些帖子 是阻止股市大跌 对不对 那删帖子的人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吧 只让他们跑 把傻瓜留里头 谁让你是傻瓜的 我们这地方叫丛林法则 谁让你没权利的 你活该 对不对 那所有爱国者 你赔了钱 你活该啊 人讲得很清楚 谁让这一轮没轮上你 谁让你不知道的 人说那我应该知道 什么叫应该啊 什么叫应该啊 都应该有爷吗 那爷不就不存在了吗 都应该 那习近平思想不就应该咔嚓吗 他就有问题吗 什么叫应该啊 有应该存在 就没有丛林法则存在 对不对 讲理 讲理 实力就是理 那什么叫实力 我能删你微薄的贴子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这就是我的实力啊 比如说那不对 你这有病 你有病是你生在这 找你爸算账 谁让你爸种的 种这块地 种这儿来了 找你妈算账 谁让你妈给你生这儿来的 你看人家有点路子 全成了加拿大孙子了 你看人家 这个邓小平 人家那孙子 真是个孙子 对不对 那江泽民更是孙子 那个孙子 你见过那样孙子吗 没有吧 那种孙子天下独一份 肯定那种孙子天下独一份 你能跟他找一样的吗 我跟你说 共产党理论就这个 所以还维护共产党的 本身的认识 有些人就说 愿意听一些文化人 文化人 你能辨别谁是孙子吗 傻 傻 有时候想真傻蛋 傻蛋的 我不骗你 我个人说傻蛋 不是说骂你 你跟我跟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一根毛头毛的关系都没有 骂啥 我骂 我没必要骂你 我也从来不骂人的 我是说 我是说傻到了就像 还是那最老的话 就像那昼王似的 明知道达基是狐狸 他非在里头养着他 因为他离不开他 你说他是不是 昼王是不是男人 他要不是男人 狐狸也不要他 你要说他是男人吧 今天的中国社会遍地都是这样 遍地都是这样 中国股市遭遇三年来最严重的跌势之际 却当地投资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是川普干的 写了几个字 那天丢掉了28,900亿 28,300亿 对 28,300亿 大概5000亿美金没了 社交平台 微信微博迅速删帖 华尔街日报 在中文网的一条相关推文 贴到微博上 发布失败 华尔街日报给他疯了 他根本贴不出去 对吧 根本贴不出去 有朋友说 涛哥我在微信上看到你的脸了 但是你的脸被人给剪了 什么肩膀领带 领带应该没有了 也不是把哪儿给剪了 说应该是露了个脑袋 这张大脸 他只是挖了个脸 说原因是 涛哥你的 你的那个面部信息 应该被人家微信给收了 就是给 给给作为 画了重点符号 所以呢 人家想发你的贴子 就得把你进行改装 我觉得那改装就改装 随您辩误 无所谓 通过遥控官媒 遥控官媒 其他平台 内容操纵投资者情绪 是中共政权 寻求稳持 叫稳持基金稳定性的一种方法 没错 他表现出习近平无力抗争 就是习近平在正面上 无力抗争美国社会川普对他的冲击 那他当他无力抗争外面的时候 他只能骗掉 只能欺骗国内的 所有的投资者 其他手段包括 国家支持的基金 直接干预 已经直接干预 监督通过窗口 指导悄然促使投资者 以某种方式行事 那就是欺骗 国家基金干预 和以监督的方式欺骗投资者 市场反弹时 那常常会大篇幅的讨论背后的利好因素 那就骗了 对吧 那他的骗的原因就是 真正的骗的是中共政权 维护政权的问题 把所有人都给骗了 经济放缓 贸易战升级 一个时间里面 那中美争端进行最低程度的 回避的委婉的报道 司空见惯 股票记者分析师的摩擦 使用这个贸易摩擦 不使用贸易战 更不使用关税战 散户投资者姓顾 早晨在微信里 非官方渠道 看到了推文 但中午全都散了 微信是由腾讯所有的 主导的地位 社交网络 那社交媒体用户会使用 变通的方法 用金毛来形容川普 而有关部门很快识别了这种方法 猫捉老鼠 猫捉老鼠 所以微信也好 微博也好 支付网也好 都是中共 统治 欺骗 中国人的手段 和控制的手段 那控制 你的支付网也好 你的微信支付 都是控制 你没有 对他来讲 你对中共上的 统治者来讲 基本都是光不流条的 你 你你你 你没有任何隐蔽的 呃 官方媒体讲 上级在星期一 早间警告了他们 不要提供与美中贸易争端 和川普相关的任何分析 所以这就是控制了 呃 中型国有企业记者 电视记者 收到明确几时 贸易战 只能转播官方的 不能自己做 非官双显得比较谨慎 财新 股市引用了一个本地人 谈到的相关内容 呃 没文章 没有进一步详述 那财新是独立的 人气较高的在线证券东方 一个聊天室里面 有只有三条内容 所以呃 应该讲习近平的封杀概念 就是他现在的这种监控概念 把中国社会变成 变成了大监狱 那同时显现出 今天他的真正的金融系统 和经济 社会经济系统 呃 社会稳定系统 他的金融系统 他的财 他的财务系统 不堪一击 啊 他禁不住人们在里面的讨论 啊 禁不住人们在里面讨论 那 他今天 现在这个时间 他新华社已经扯开了 就是说呃 贸易战重新 在高一级别的打了 那 他如何讨论控制这部分 因为他已经回避不了了 对吧 正面战争爆发了 他已经回避不了了 我就不知道这个周末 他利用这个周末的时间 去怎么稳定这个市场 因为 我说利用周末的时间是因为 川普增加关税的时间是夜里12点 中 北京 北京时间 星期五中午的12点 新华社在把股市大跌叫做利空因素 但其中没有任何东西 证券时报说利空因素是外部 那 证券时报是共产党主管的 而一些证券分析师 说在注意到官方的沉默后开始自我审查 避免引用川普的推文 都怕被杀头 都怕被抓 中型的香港的分析师说 他们早间的内部会议上提到了这件事情 但没有人敢在研究报告中提到这个字 那你说那是什么 对吧 那你说是 你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那份压力 而在习近平的压力 中国社会的压力 他们彼此之间的压力 那这就只等着引爆了 我昨天节目中说了 我说巴斯见不着人了 到现在我没看着 那巴斯见不着人了 那他要真去操盘 去阻击港币也好 阻击人币也好 还是阻击上海 他现在阻击的是港币跟人币 那我估计他已经来不及玩推特了 来不及发表自己意见 因为他等了好几年的大机会就在今天 做空人民币 把人民币打到七 做空港币 把港币跟这个美元的联系汇率给他打断 就崩了 这头打香港港币 那头打人币 你让他护哪头 而股市呢 他现在已经扯开了 股市所有股民如果跑的话 没人接盘 没钱了 让李克强印 来不及 他再怎么印 他也得通一个渠道啊 对不对 他不想卖萝卜 是连不行 都给扔给你 爷们来了 爷们来了 赶快买 买什么呀 买什么呀 对不对 那头打击 往市场抛售人民币 要给他打到七 这头市场抛售港币 让他打他 打他 打得他跟这个 跟这个美元 连不上 美元现在可硬了 股市一跌 美元就会更硬 美元硬 加币就得硬 对不起 这个港币就得硬 那港币跟人民币之间的关系 他怎么办 所以那个bus 大空头不在了 估计是忙活着 有朋友 他不一定 人家做单 不一定说 我非得挣了500点 1000点 我才收盘 没有 对不对 他只要在这个空间里头 他下好了单 卡一笔收获 一笔收获 人家是这么做的 对不对 傻瓜的才两头都吃 我掌也吃 我烙也吃 那都是你们家的 你媳妇能给钱 都不那么给 都瞎说 你摸摸卖 你这卖都不那么跳 对不对 有时候一激动 一看见什么了 夸夸夸一激动 浑身有反应 他能脉搏一样吗 群艺证券 高级分析师林 中国股市已经非常波动了 那资讯真空 加大了交易的难度 如果不说明市场波动的背后原因 显得不太科学 我觉得真可怜 这个词显得不太科学 多可怜 选多可怜 共产党强奸了你 结果你说什么 我这个人怎么不认识 我应该跟他先聊聊天 散户投资者姓固的 他有一套自己的办法 非常关注经济指标 跟成交量 有时候他会根据 每股前夜的表现 来进行交易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概念呢 是中共封杀自己的人 自己的国民 如果把它叫做国民的话 看的节目朋友 现在看的节目人太多了 大概涨了四五倍 就瞬间涨了四五倍 就像 不好意思 很多朋友问 喝咖啡 就像打赏一样 跟不知道的朋友打赏 感谢朋友们 请石楼喝杯咖啡 就像朋友们打赏一样 大家是一种 因为你听起来觉得是 是受益了 那我个人呢 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生活方式 那大家彼此之间呢 就是这么一份交往 非常感谢朋友们对时潮的支持 非常感谢 这个我个人只是尽我最大的可能 说句实在话 多少年来 从我做节目来多少年 其实就等着现在这时候 因为在我个人看来 我竭尽我最大的可能 跟大家分享最新的内容 截止到现在 我没看到任何中文媒体 自媒体咱不说 是人家牵扯到个人 我没看到任何中文媒体 能够像咱们在节目中 这么快捷的 跟大家分享最准确的 最真实的资料 没有 他的环境 他的结构 他的资讯的一切 已经完全的限制了他 我们是个自由的人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